科興研發的新型肺炎疫苗克爾萊福 初步測試結果在次針傳染病期刊發表 結果來自內地700多人的第一及第二期測試 他們相隔14天注射了兩劑疫苗之後 14天內體內已經產生免疫反應 研究人員認為是顯示在疫症大流行期間 疫苗適合作緊急使用 到第28天仍然有免疫反應 大抗體水平不高 低過康復者的抗體水平 科興的疫苗克爾萊福 現在正在巴西、印尼和土耳其 進行第三期臨床測試 研究人員說 克爾萊福優勝的地方之一 是只需要冷藏在一般雪櫃 攝氏2至8度的溫度 三年之內效力都可以保持穩定 相比在早前公布疫苗初步有效率 達到九成以上的輝瑞和莫德納 分別要在攝氏零下70度和零下20度儲存 輝瑞行政總裁說 完全不擔心疫苗在運輸途中的冷凍問題 說公司有特製的箱來運送 來自溫度計和定位系統 萬一出現預計不到的問題 會即時知道 每個箱可以裝1,000至1,500支 第二天就可以運到美國大部分地方 傳染病專家福奇說 這麼快研發到疫苗 全因科技大惡進步 如果疫苗獲得當局審批 它會毫不猶豫叫家人一起去打 有線電視記者 李佩山報道 根很精神 紛羅 振賓 紛羅